車好好行駛在路上 卻突然往左偏撞上分割道 事發在今年2月 花蓮縣瑞瑞鄉台九線 252公里處 駕駛疑似精神恍惚 造成一死三傷的意外 這種景象在這一處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曾經還有駕駛 載著懷孕6個月的女友 疑似車速過快 自撞駕駛傷重不治 一張又一張的超速罰單 都發生在花蓮台九線 瑞瑞復原至瑞北段 2019年完成拓寬工程 到今年2月底 總共發生8起死亡車禍 而釀貨的主因 10次車禍94塊 因此花蓮縣警察局 為了減少交通違規及事故 在250公里處設置固定測速照相 結果竟然取締數奪冠 從今年2月截至10月底 取締2108件 再加上違規超速 儲新台幣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的罰還 以最低金額計算 這些錢有75%會分配給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 相當於有將近1900萬 重裕國庫 會發生這麼多事故是因為 這個路段本來就很筆直 一不小心油門就拆下去了 再加上採取無防護士的 中央分隔綠帶 車速一快 很容易就衝向對象發生車禍 提醒民眾不管如何 刑警在路上 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 還是小心謹慎 TVBS新聞高中 顏身份花蓮採訪報導